我愛實際 過年後 戲子親子成長班第一次上課 童玩大街延續熱鬧的氣氛 才高敲就要膽大心細 要新品戲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不會跌倒 釣魚遊戲要釣的是智慧 去得智的遊戲 好玩嗎 好玩 那可以心理理什麼 那行 黏魚 然後魚拿了之後呢 那把智拿起來 得到智慧 那我們踩高敲呢 就是步步高升去我慢 小孩大人們用心玩 都能夠有體會 四種童玩 也都是志工自己 親手打造 大概看了一下 都是純手工 然後都是用一些 環保和廢棄物的材質 再利用而做出來 很有創意的玩具 太好了 少用 塑膠膠 他有看到裡面 課堂上同樣很有趣 學習尊重和包容 80位工作人員服務 130位親子 每一位都是帶著歡喜回家 大愛新聞真正美之工 台北綜合報導